你好,我是莉莉 今天是2024年的5月3号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以后中共国向梅大高速塌陷导致的惨剧会越来越多的原因 这两天海内外的华人都在关注 5月1日凌晨2点10分左右 梅大高速往福建方向K11加900M附近发生 高速公路路面塌陷事故 然后造成48人死亡 各种声音各种讨论都有 在为遭遇不幸的这些人感到悲痛之鱼 在这里我想说的是 以后在强国这种事情会越来越多 原因就是财政不足 没钱维护这些基础设施 我们知道地方政府的财政来源 主要是税收和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 税收是地方政府主要的收入来源 但在94年分税制改革后 中央拿走了大头 地方也就剩下30%左右 但同时承担70%左右的义务 要知道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压力非常巨大 基础设施建设 教育 医疗 社会保障等各方面的投入 都需要大量资金 这些支出不仅是刚性的 而且是不断增加的 尤其是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和人口老龄化的加剧 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压力越来越大 过去一些年 地方政府为了推动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 大量举债 然而随着债务规模的扩大和还款期限的联系 一些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逐渐暴露出来 这限制了其未来的人资能力 也就是即使地方政府发债也很难卖出去了 地方政府还有中央财政的调剂收入 补贴博款以及其他收入 每年中央财政会向地方博补助 指的就是这部分收入 对于很多的小城市来说 地方财政收入中最重要的来源是土地出让金 在此前十几年间 地方通过出让土地给开发商获得了大量的资金 然而最近几年 随着中国房地产的持续下行 出让土地这项收入急剧萎缩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 现在地方政府有多没钱 就连体制内都在降薪裁员 这就是没钱的体现 但是道路桥梁的维护 还是地方政府财政补贴的大头 这部分包括人员工资以及设备维护 和原材料的采买没钱 那么没人或少人定期排查 以及坏了也没钱修 就是以后的大概率事件 最近几年全国不是多地发生了公交公司停运 或停运部分线路的情况吗 而公交公司对外的公告也几乎是一个模板 亏损严重 资金断裂 因为以前有财政补贴 现在补贴减少 那公交公司就停运了 中国这些年修了太多的高速公路 高铁 公路桥 高架桥 一直修到了贵州云南等地的偏僻无人区 很多基建因为修的过于偏僻 是完全没法收回成本的 很多地区也因此奔向了沉重的债务 再者后续这些基建 还面临高昂的维护成本 财政没钱 维护资金哪来 如果疏于维护 这些基建怎么保证安全 像梅州这样的重大安全事故 那就会经常发生了 前几年还自豪的认为 这体现了制度的优越性 美其名曰 基建狂魔 没想到现在这个基建狂魔的祸害就出来了 只有路桥吗 遍地的激进豆腐渣的高楼呢 还有各种需要高性能芯片的各种设施 大型设备呢 高铁飞机呢 想想都怕 各种交通 高架 地铁 高铁飞机 没钱维护 大家就是随机死亡 经济衰退 基建老化 权贵贪污腐败 巧取豪夺 天灾人祸的影响和威力 就会逐年参加 这是每一个王朝日末图穷 步入死亡的必经阶段 半夜开高速的都不富裕 麻绳专挑细处断 一不小心就成了代价 以后这种代价会越来越多 这才是刚刚开始 在这样一个国家 总有一种死法等着你 这就是我们中国老百姓的悲哀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 拜拜